在警局主管带领下 远景进入酒店开始进行盘查 日前有黑帮举办春酒 不单搭张旗鼓 还安排旗袍辣妹迎兵 引发社会关注 台北市警察局方面 3月8号晚上 立即动员200名警力进行临检扫荡 希望约制黑道炫耀行为 我们未来对于这些黑道的一个 春酒或者是其他大型这个聚会 绝对不允许这样的行为再发生 那我们也正式会对这些黑道宣誓 势不两立 那对于未来这些大型的黑道的这些活动 我们一定是会强势的这个执法 那也特别要约制他们不能再有这些 名车或者是这些纳妹的这些炫耀的这个行为 台北市警察局长赵隆新 也特别呼吁犯定业者配合警方维护社会治安 如果犯定业者的立场 让这些帮派有影响社会安全之余 警方也会采取比较强势的作为 这些犯定业者那对于他们的这个立场 如果说是这些黑道帮派如果影响到安全之余 我们也是可以采取比较强势的作为 那我们对于业者的这个状况 我们未来会去再做持续的沟通 那原则上我们应该是会采取比较强势的作为 会进入到会场里面去做执行这些防治黑道 暴力的一个不法情势的发生 赵隆新强调对于黑道帮派将会展开一波波扫荡 对于不法行为这朝组织犯罪侦办 同时针对黑帮赖以为生的场所据点 各警分局每天会持续规划领检及收集勤资 后续一周将持续临检扫荡 展现警方维吾治安的决心 第一天我就宣示这个各分局 对于他们赖以为生这些行业 比如酒店还有堂口 那昨天的这个警力也出动了 大概200名的这个警力 昨天在这些的酒店场所 也超过三名的这个通缉犯 那未来连续一个礼拜 我们持续都会再去规划 扫荡这些他们义务回生的这些场所 未来会持续一波一波的这个做一个执行 让这些黑道的这些计验 他们这些嚣张的这个行为 我们警方一定是会有作为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